Hello 大家好 我是成都堂堂 然后今天我要回学校去收拾东西 因为下学期寝室就没有了 然后我要把寝室给退了 然后我现在上车了 今天我让我爸我妈一起陪我去学校收拾东西 因为我跟实在班母懂太多东西了 这样三年的东西都堆在那 然后还好今天不是我开车 我眼睛没有带回来在寝室里面 这会儿拿到眼睛了你来开哈 不 不想开 必须的 那你说家里来干啥子啊 不开车 我说来 不小了吗 偶尔开 不想开 一定要开 那天跑去批人家公交车 我不给他开了 哈哈哈哈 那个是巧的你是 你那个是巧的 那个道都不晓得咋个走 首先我哪里还给你培训哈 那个道是咋的 你都不晓得道 表情是咋的 说她是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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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是巧的 哈哈哈哈 你才说得是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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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气人啊 我本来都已经上楼了 我寝室在五楼 然后我上到三楼的时候 发现我样式没有 我待在车上 我无意之间翻到了我 大姨刚入学时候的照片 这个是站在学生镇上的 整理书 然后这些书 是我想要留下来的 然后我现在把我的东西都收完了 停了两个多小时 然后车子全部都装满了 现在要准备回家了 那又是拉筋 你也开 再用我开也不是说你开的嘛 你开 必须开 继续练习 我把眼睛拿到去 我该拿了 我该从眼睛掉了的 夫妻准备 回家不上开 我现在已经开回家了 然后马上要把东西给放家里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